大家好 歡迎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那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是梁金哥 大家好 這個我們米諾咖啡的梁金哥 大家如果還沒訂閱梁金哥的頻道 要趕快去訂閱 頻道叫什麼名字 米諾咖啡 米諾咖啡 今天我們特別請梁金哥要來介紹這個 我自己 非常喜歡 我覺得非常漂亮的一個濾杯 這個叫做什麼 天木蘭 天木蘭 你怎麼會想到要做這樣子的顏色跟 這個大小 這跟你最粗粗的大小不太一樣 這個算是01規格的 然後之前出的話是有耳朵 然後是02 的規格 那這個的話 比較算業務用的 因為我本身做咖啡做了十幾年 講話我沖咖啡 想要更簡單一點可以馬上迅速的喝到一杯咖啡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我如何把它做成一個 正簡直水倒下去就好 狀況之下 但是後面的話因為做了這一顆以後 沒有後面我對不起 對了有些咖啡人來講的話 撕掉那個唇針 什麼叫唇針 因為 沖咖啡是一個態度 也是一個信仰 是一個喜好 要享受那個過程 那現在來講的話因為都流行精品咖啡 那我今天來講我不可能說 我沖很多的粉然後一次沖很多 我想要說我一個人寧靜的時候自己沖一杯喜好的咖啡 或者是跟我女朋友跟我老婆跟我好朋友 這樣子沖個300cc兩個人喝 所以我後面才研發這個01的濾杯 我把耳朵拿掉了 讓它更簡潔一點 那你可以慢慢去欣賞它 好那我們聽兩斤哥介紹這麼多 我們就實際用這個濾杯來沖一杯咖啡看看 今天我們沖什麼咖啡 今天當然是沖比較屌的啊 全球首發的日曬藍山Nature 日曬藍山這個很稀有的咖啡到底有多稀有 請兩斤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全世界的產區 幾乎大產區我全部都去過了 有些不只去過一次 甚至兩次三次 那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咖啡正在進步 產區源頭也跟在進步 以前的日曬藍山來講 YAMAGE的話就只有水洗 它只有100%的地皮咖啡 因應現在時代的變化 他們有想說你現在流行什麼 那我們去試做的看看 那是這樣子的 所以今年是第一次有這一個 日曬藍山 對 它全部發來的時候是從日本 我們跟日本那邊買 那它大陸那邊也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台灣 好那我們就來吧 我們王哥哥的話 科系度是屬用5號 然後它的磨豆機是 Tiermo 700S OK 20克 這個已經斷 緊繃了 那相信大家看到 兩斤哥的頻道的話 都習慣用那個 奶缸來沖 為什麼用奶缸來沖呢 沖我們這個 川流的部分 有一個小訣竅 那等一下我們先沖這個01 01的部分的話跟大川流比較不一樣 我們先使用悶蒸的部分 我習慣了悶蒸把它填桿沖出來 所以我會悶蒸差不多60秒 60秒 對 那 川流的部分我們在介紹的時候 它有長中短熱 它的短熱是在上方 而且它是比較凸起的 很多人不知道說 非常小心翼翼去沖 其實沖川流 它最大的訣竅就是要盲背 就是要擺到上面 因為你要 對對對 它才會 造成空氣導流 它才會把它 貼平 它的細粉 全部都會貼在肋骨上面 那為什麼你不用手沖壺要用這個鋼背 我懶啊 就是剛才你講輕鬆來沖就好 對對對 不用說要去 計較這些器材 對 鋼背也可以沖出很好喝的咖啡 那我繞完了以後 上次我們的俊元哥說 反繞會怎麼樣 我在這邊繞會怎麼樣 你覺得會怎麼樣 不知道 我上次是用V604 對 那你試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味道會不一樣 但是那個不一樣到底是 因為我們 因為其實我有習慣繞一邊 改繞另外一邊 可能你手的穩定度什麼 會有差 還是說真的是它的股設計的差異 這個我就不曉得 那所以說我們的小訣竅的秘訣就是說 我把它淹到了第三根肋骨 然後造成滿杯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沖 它就會使用它肋骨的強項 讓它全部的水流 全部都可以流到下去 而且我也習慣把最後一滴水全部都把它流完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說手沖的話 如果分三段的話 前段是什麼 前段是蒜 中段是甜 尾段是苦 苦代表什麼 是濃度 是body 也有可能是好的 不好的過度萃取 就是色感 但是如果你今天沖起來是好的話 很多人說我把前中段拿起來以後 可以 你的酸甜感有了 可是你就少那個body 現在流行是一杯均衡的咖啡 所以我們要是一杯均衡的咖啡的話 請你把整體全部都流完 我個人這樣覺得 那也是因為這個川流它的流速算是快 然後到後面也是很順暢 所以你可以讓它流完到後面它滴完的時候 時間也不會到過長 其實齁 我要小小的來complain一下我們的俊炎哥 畢竟來講的話俊炎哥來講的話是個媒體人 那兩斤哥呢是個土豹子 土豹子來講的話也是個小小可能在咖啡界的話就是 以咖啡來 賺口飯吃的 那所以說我們在用這個 的時候有沒有在講這個濾杯的時候 那後面 怎麼講 有沒有看到說現在這個濾杯 它起來的粉渣的話沒有斷層 那為什麼 那它的細粉 是存留在它的 旁邊呢 還是後面 下面 是靠近濾紙上面嗎 還是在 是 大部分如果你的肋骨 設計的 怎麼講 不夠優良的時候的話你的細粉大部分都存留在那三角地板 所以會造成阻塞 因為有細的出 對那你我剛剛這樣沖的話為什麼它會比較快速的 它就是說你淹起來的時候它會從你旁邊靠 吸附在你肋骨旁邊 所以你會造成非常漂亮一個粉牆 而且沒有斷層 是這樣子的 那剛剛有講到那一點的話就是說 很多人說流速快流速快的濾杯 流速快的濾杯呢不代表什麼 但是問題來講的話 因為很多人做檢查的時候是拿水 來測濾紙 但是 我們不能用這樣子來喝水 一定要放咖啡粉 那測濾紙的時候有時候說你用多少的科系度 那你流到完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濾杯像V60它也流得非常的快 很多濾杯日本的濾杯小兵幹嘛的都流得很快 可是問題來講的話喝起來的話有些會過度萃取 會有點色感可能你常常喝嘛 細粉在沖的時候 我再怎麼沖 人家說水要狠 增加它的下壓力 可是出來的時候它味道是甜的呢 還是有一點色感 色本身它是一個感覺會刮色 它不是一個味覺 所以那我們就來喝一下 現在這樣子沖的部分的話 它味道是怎麼樣 為什麼叫S呢 S的部分來講 它是一個特別的 那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比呢 自己跟自己比 因為它本身都是單色系的 那穿流來講的話 S穿流它是special 是小號的 所以我把它叫S穿流 那兩斤哥喝起來覺得 這支咖啡的特色是什麼 本身來講的話 後面這台機器它是瓶刀的對不對 它不是鬼齒 瓶刀來講的話 它是用削的 所以它細粉會比較多 那如果鬼齒來講它是用碾的 所以它各方面比較顆粒狀 所以說它下水力的話 會比較可以修飾它的味道 瓶刀的話會提升你的 香氣 何謂香氣 喝下去比較酸 酸就等於香嘛 對不對 Body就沒有那麼重嘛 那本身我這個綠杯來講的話 就是提升它的甜度 跟它的Body 所以我剛剛這樣子沖來講的話 人家說 繞的時候一定要拿這個 手沖壺的小細口 慢慢緩繞的繞 利用它的老流 增加它的甜度 增加它的Body 我剛剛用奶缸 水柱不夠穩 非常的大 我只有悶蒸 後面其實繞的話 正反轉 請問一下有雜味嗎 沒有雜味 甜度 甜度很好 回甘度 回甘也很明顯 這是淺焙 所以 所以你的烘的技術好 然後又會做綠杯 所以這杯咖啡這麼好喝 這是他講的喔 我沒有說我烘的好喔 這樣子播出去的話 很多同樣會打死我喔 大家都烘的很好 不是我烘的好喔 只是說 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一個原理 一個原理 我們知道的話 我們充足的原理 烘焙的原理 各方面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到底我什麼時候 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的話 是一個手法 手法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表演用也好 或者是你提升自己的觀賞程度也好 最主要是說 你有沒有那幾個點 有沒有做出來 悶蒸有了 溫度有了 科系度有了 你多少科系度要怎麼去做 你有沒有做到足 其實後面來講的話 其實你結果就是好的 第二個 你要夠了解你的器具 人家說 烘焙 生豆 再來是沖煮 沖煮佔了幾分 生豆佔了幾分 熟豆烘焙佔了幾分 其實來講的話 你就把它等比例 其實我烘不好的話 我可以去修飾 烘得好的話 其實你沖煮的不好 還是會有瑕疵風味 對不對 那陶瓷來講的話 它跟其他不一樣 它的燒煮溫度跟它的油料的來自 還有說它 吐池的膨脹細處也不一樣 合胃這個叫做 鑫瓷 鑫瓷是白硬土來做一個強化 這個是 合胃 全瓷 燒煮溫度1300度 1200度 1200度 1000度 你在敲的時候 日本很喜歡我們的強化陶瓷 因為他們在洗碗的各方那時候 天天會烤到烤到烤 怕會破掉 這是玻璃 這是心瓷 這是拳瓷 不用怕 它更堅硬 更硬 密度更高 燒至溫度越高 如果你今天來講的話 要造成它這樣子的流油效果 溫度一定要高 溫度低的話 你沒有辦法造成這樣的 效果 但是問題 燒至溫度那麼高 一定它的良率不大 而且它造成它變形的可能性 我們盡可能 拋食沒有百分之百 從火裡來討飯吃的話 沒有人敢講百分之百 就算你做了五六十年 他就不跟你講說 我有辦法做百分之百 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說 你今天 全瓷的東西 硬度那麼高 耐高溫的時候 我今天充足的話 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優點就是說 它保溫性夠好 保溫性夠好的話 那我今天我溫度不用夠高 那我今天的話 如果是85度到90度的 來悶蒸的話 它的甜感就可以創造出來 如果我今天用玻璃濾杯 或者是說我這個 用心磁的話 它透熱性太好了 那它的溫度就會濕掉 所以我說我在 用這一顆心磁的時候 我可以用100度直接 下去沖 它的熱度直接過去 如果我今天保溫像我 用100度來沖這一顆全磁的話 它會過脆 對對對 你要了解它了以後 你知道說 它的個性是怎麼樣 我們再去對待它 這樣會更好 好 日赤藍珊來講的話 畢竟它是全球首發 除了在日本的話 大陸跟台灣 其實都有一批 那下個月的話 在豐論公司會有 第二批的日赤藍珊過來 如果大家覺得說 對這支豆子各方面的話 有詞意的話 歡迎跟豐論公司 來鎖取它的檢疫證明 跟它的產季證明 只要說是進口的東西 一個優良的公司 全部都要 這些東西 上面有說 它的年別 以及它的數量 歡迎到 總代理那邊 去鎖取喔 今天謝謝良靖哥來到我們原石咖啡 那請大家要訂閱米諾咖啡頻道 那也訂閱我們原石咖啡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